我们来看一个稍微好一点点的 老鼓 专业演员 于贝贝 开始 我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这个帽子戴的都有点不对 所以我真诚地向你道个歉 新智哥 那 你要我怎么做呢 到我 啊 哎呦 涛哥对不住了 哎 啊 哈哈哈哈 怎么蹭呢 不是要碰茂严吗 吸在茂严上 吸在眼睛里 哎接下来杨婷给你一个福利好不好 咋的呢我还有福利 瑞莎给你演一次 啊 好啊 哎不用帽子了 我们我们是还原许智安科那个MV 啊 啊 啊 对不对 瑞莎你千万不要弯腰哦 我 那你先慢点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我想跟你说我前阵子做的不是特别好 我想给你道个歉 那怎么办 今天晚上就别跟前锋出去玩了 因为今天晚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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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脚底都代替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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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太难了吧 行吧 您觉得刚才谁演得比较好 我觉得 哦 好 都还不错啊 都还不错 各有千秋 所以刚才那个体验是 呃 前锋提的对不对 对对 我的提议其实就是 特工们应该继续挖掘身边 非常有趣的人 源源不断地推荐新人 来我们火星开大会 工作 谢谢各位 谁能够成为正式的火星特工呢 我说了不算 必须要交给所有的远程特工 一起来做决定 在火星情报局的微博底下 写下你觉得谁最合适 做火星情报局的 高级特工的人选 不过呢今天还是可以让各位 提前试试做特工的一种体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各位今天制造的笑点数量 一样被笑点记录新人 记录下来 最少的那一位会有一个惩罚 所以你们待会儿在接下来 你们要好好的贡献 上微博故事 看更多关于火星情报局的 小秘密 周副局长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请您来提一个提爱人 你想听谁来提爱 你什么你像个警犬一样 你什么 肯定是找我今天刚相认的哥哥 杨迪 我发现 随分子钱是一个世纪大难题 以你的这种节约的性格 你会随分子钱吗 我都不去嘞 人都见不着 其实我这个人特别讲究吉利 我一般都是八千八百八十八到 谁信 到八十八不等 对吧 那你应该是就低不就高 中个最高的就是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妹妹结婚的时候 我妈说 哎呀 你疯了 我妈骂我 你给她那么多钱 还是不是乱爱勇 你给她死别块钱就坏了 我给你没事吧 我妈印象我从八千八百八十八里面 抽出了七千多 只有四百块钱给我妹妹 后来有一个好朋友结婚 就我们有八个人关系玩的特别好 八仙 八仙 我说我一定要包多一点 那就六千六百六十六嘛 对不对 我剩下的六个朋友 你疯了 对不对 所有的朋友 是的 我说那你们包多少钱 你包那么多 我们显得多丢脸 我们每个人都是四百 你们每个人都有随分子钱 遇到的这种尴尬吗 因为我以前就是也不是特别富有 所以我都是逃分子钱 因为我以前参加过一次 那个袁成杰的婚礼 我是伴郎 局长我先交代一下 维维当时有多么窘迫 当时维维就在用一个 不是智能型的手机 我很本能性地讲了一句话 天呐 刘维 你怎么还用这个手机 你看又犯讨厌了 你疯了吗 然后刘维就说 对 我就是很喜欢那种 普通的声音 表面上我说 没啊 就是这样了什么的 晚上回家 他哭了 他哭了 他跟那几年抱头痛哭 然后他说 大佐说我用这个破手机 我穷 我求死了 然后第二天他贷款买了一个手机 就那个时候他的经济状况是这样子 我经纪人临走前给我留了一千块钱 穿在红包里感觉很空洞 我心想与其拿出来丢人 不如让自己活得更好 于是我就拿那一千块钱 给袁正杰的份子钱 晚上请自己吃了一顿小龙虾 而且吃小龙虾的时候 断了酒 来祝袁正杰 幸福 幸福 我现在都是一视同仁 不管是谁 两千 因为同事们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他要说个八千呢 如果大家都是八千 我就八千 我一定不会超过大家 同意一下 对 就像沈梦辰 我觉得将来他要结婚 我肯定随的很少 不知道当不当讲 就现在这个年代吧 婚姻也不是特别稳定 主要是阻止我要离婚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就跟大家说就是 因为你把这个礼随了 这个钱还不知道到谁呢 如果他是你真的很好的朋友 我随了一半是给随给大家看的 那我私底下 再把那个八千八百八十八 发给他 就以备他不时之需 万一他要是离婚 不怕呀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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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宁戴宁戴宁 不怕 要打起来了 刘伟 你想的好多 你说这个离婚 再加上烧饼之间说的话 剪在一起 他生不了儿子 他要是离婚 我又离婚又生不出儿子 我有多坎我的人生 这是该有的顾虑 这是真的好朋友 才会去想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 就是希望他有点钱 就是我把这个钱给了他自己 他揣兜里 将来遇到什么问题 不识之虚 是吧东宇 你也会这么喜欢这样的 这样的吧 不喜欢 完全不认可 网上曾经会传 某某某某某明星结婚 然后大家就随了多少钱 其中汪涵送了送了多少多少钱 谁谁可以查到 其实我们根本都没有 对 真的都没有 说随里随一百多万的 疯了 怎么可能 疯了吗 对不对 我妈真的要跳出来叫了 你妈会跟所有的民主说 疯了 你们都疯了 疯了完 疯了一百多万 对 一百多万我该假了 我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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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纯尔你呢 你好像家里管钱管的特别的那个 我家里还行 你看他们都是没结婚的 我是结了婚的 结婚当天晚上 我媳妇说要跟我睡觉 我说不不不 不跟媳妇说你要干吗呢 我说有个特别重要的事要干 他说什么事 我说这个钱不都收了吗 都有那个礼金的那个本 我这样 我看你的 你看我的 我们俩就分着看 为什么 人本你的我的呢 就是男方要给男方礼金 是的 女方的朋友要给女方的礼金 这样看来的 对对对 我媳妇就问我 红红是谁啊 咱们结婚就给五十块钱 那个红红叫张丽红 打发点喽 但我真的想不起来 这个人是谁 然后我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 你那个中午过来一下 有点事找你 我妈说我中午去不了 我这个朋友家孩子结婚 我说谁结婚啊 你张姨 张丽红 她家孩子 哦 他们家孩子结婚 你给随多少钱啊 五十块钱啊 我们鞋子几个都是随五十 我说妈 随一百多吃点啊 别客气 妈妈的姐妹 商量好了的对吧 就是谁的家孩子 都是给五十 我一定要讲这个事情 我这个不算是分子钱 但是算一个红包 是一个大人物给我的 就是我们火星情报局的总导演 这个大人物 排哥 排哥 别人就不说了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啊 排哥 火星情报局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都要拍一个短剧 就是我们被杀掉了 就死掉了 是 我们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 开始看看 我 天天